好这个前几天啊 在成局在8月1号 这个接掌检察院之后没多久 他就说要成立院记的协商小组 听起来好像很伟大 马上遭到所有的人的炮红 因为能够我们是五院 五权宪法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能够协调协商院计之间的问题 纠纷的时候就有总统 宪法44条定得非常的清楚 结果居然成局 我再猜啦 我再猜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他心里可能认为他还是总统和秘书长 他要做蔡总统想做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那就是要掌控司法院 因为司法院也不听话 陈局他对外讲 说这个构想是因为监察院增大的 这个所受到的这个所谓的民众陈局案 有相当高的比例 超过六层超过七层都是司法案件 司法他就是老百姓喊冤司法不公 把监察院他把监察院当做第四层 等于是太上司法院太上的法官 所以我们就想到 那陈局这次来 有人讲说他还是新代师秘书长 也有人讲说 是蔡英文叫他来的 要把司法权也纳入整个掌控里面 就道道地道啊 变成一个皇帝制 在古代的皇帝制啊 判有没有最最后总统是派本定案的 那现在发现这个法官 很多的法官也不听话 也不听话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 陈时梦当监察委员 这是蔡英文提名的啊 他把监察权无限的扩张 干涉审判的独立 他开始翻旧照 判马英九无罪的法官 叫出来开始修理 判郭尤其有罪的法官 重新来修理 修理法官 修理检察官 所以监察权啊 在这些人的手上啊 就变成一个第四审了 我们的司法体制没有第四审 我们就三审定验 结果你定验之后 如果监委认为不对 他认为不对 他可以把他重新拿出来 重新要把法官修理啊 我们来看看我们所谓的法制国家 大法官一百五百五百五百三十号 四宪文讲得非常清楚 监察权对法官可以不可以监督可以 但仅限于审判的程序 以及法官的司得 这里显得非常清楚 你可以 因为监察权可以谈论所有的官员 可以纠谈所有的官员 纠谈所有 纠正所有的行政单位 但是对法官来讲的话 你只能够对司法的程序 审判的程序 以及法官的司得 比如说这个法官收钱 比如说这个法官去嫖妓 那么你可以对他提出纠谈 而对于审判内容是不得干预的 行清楚楚写得这么清楚 对审判不得干预 更何况宪法八十条也规定 法官一定要超出党派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得任何干预 我再讲一遍 这里面大法官五百三十号视线 大法官五百三十号视线 讲得这么的清楚 监察委员对法官只能够就审判的程序 以及或者是法官的司得 司得当然指的就是司得嘛 你可能去收费 你可能去这个嫖妓 或者其他做这些 这个一些狗大 社会没有办法容许的 这些不良行为 你可以纠谈它 你可以弹劾它 其他不可以啊 宪法八十条讲的法官 依法独立审判 所以清清楚楚看得到 陈菊就是要来干预司法的进行 他表面上说现在人民的冤情 最多的都是司法的问题 法官判的问题 那当然司法是不是应该要 该要施改 蔡总统上任之后 讲的Kinning Kono 刚刚讲的这个要这么大声 结果到现在为止 人民对法官的判案 司法体系是六成以上不满意的 所以才会所谓的陪审 或者禅审这个制度的产生 当外界这样质疑他的时候 陈菊他就把院记的协商小组 改成联系 我说联理联理就可以吧 这个我们真的要奉劝了 陈菊 姑且称他为监察院长 事实上我们是不承认 他的正当性太有问题了 他根本没有经过实质的一个审查 然后就去投票 投票的时候作弊的行为这么多 不法的行为这么多 不光彩的登上监察院的院长 一上台之后 这么的嚣张就成立院记的联系小组 那么各位都了解 我们法律上也有规定 也有规定 在法律的进行当中 你当事人跟法团不可以接触 当事人跟法官不可以接触 大家都了解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利益回避 那你现在监察院 要跟司法院要联络 我不知道联络什么东西 要吃饭 请客吃饭 联系感情 还是什么 大家马上想到 你就是想干预司法 你就想会 会不会在吃饭的时候讲一讲 那个案子 你们要判有问题 这个案子有问题 否则的话 你要联系什么 我不知道你要联系什么 真的要联系 要总统出面 总统出面 你可以请求总统 院长对院长来就够了 底下的 底下的 监察委员跟法官是不可以联系的 怎么可以联系呢 监察委员你要监督法官 他有没有实德的问题 你怎么可以联系 这样的最基本的ABC 法律上的ABC 民主上的ABC 陈菊都不懂吗 请陈菊翻一翻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它是什么规定的 再强调一遍 大法官530号 四宪文讲的这么的清楚 讲的这么的清楚 监察委员对法官 只能够针对审判的程序 或者是他的私德 加以审查或加以纠谈 其他法官怎么判 要尊重宪法80条规定 规定就是让法官独立依法审判 那这个是民主的底线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陈菊院长 能够悬崖热马 这种违宪乱纪的行为 人民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希望在您的一条